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三单元的单词 注意一下啊,大家会发现 在每个单词后面都带有音标 所以说学会音标拼读 对我们来说学习英语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刚开始三年级学英语 一起跟着老师来读一下三单元的单词吧 A, face,脸, ear,耳朵 E,眼睛, nose,鼻子, mouth, mouth,嘴, arm,胳膊应, hand,手, head, head 头 身体 腿 脚 学校 今天内容你都学会了吗 给老师点个小爱心 再走